我真的 我真的先拖不拖不出位 还没开书呢 那个 因为他们都站着那个说书的时间呢 聊闲片 我这人比较厚的 不愿意站说书时间 我先拖不拖不出位 今儿学徒的开始说三国 您您多担待 万一说错了呢 您多捧场 那个多鼓励为主 别叫道 我本来就顶着瓜 不过昨天 有高级秘密都是理的 你别说 昨天我师傅在宣南 说过那两句话呢 我听完了以后 心里就有底了 有人敢演 就有人敢看 他们都敢演 我怎么不敢说呢 你敢说 对 就等这句话 就等 人家豁得出去 我就敢干 我豁出去 这三国的确难说 尤其有我师傅 那个 朱玉在前 我这就是一堆瓦砾 但是呢 学习总有个过程 像他们演电视剧呢 一辈子就一锤的买卖 下回不会再演 我这呢 还有提高的机会 您的多鼓励 我将来呢 慢慢提高 尤其今天有老先生在这 您多多鼓励 提携后劲 那我先托 我不像他们似的 拍幕的说书 然后开始 开始托 我开始聊闲片 咱们不占说书时间 就这么着了 我可以开了 我举多长时间合适 可以吧 开始说 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 曹晋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博霸鱼桥江主上 灌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复 笑谈中 好 学徒无题 从打今天开始 给您说这部名书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名书 名气的名 同时也是明白的名 另外三国演义 也是才子书 非常难说 那么喜欢中国文化的人 都知道三国演义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熟读 三国的人都知道 三国演义 开篇 头一句话 就是话说 天下大事 风酒必合 何酒必分 老生长谈 还得从这说起 这句话 总结的太精辟 不仅仅不仅仅中国历史如此 人家原文上说的好 是天下大事 古今一里 我上学的时候 政治课上学过一句话 据说是近现代以来 世界格局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利益的趋势下 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 这两年结为盟友了 过两年 这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 又结为盟友了 虽然是同盟国 可能过两年啊 关系又紧张起来 这就是分酒必合 何酒必分 天下大事 古今一里 中外一里 那么中国历史呢 尤其如此 三皇五帝 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啊 齐楚燕寒赵魏秦 尤其是这秦国 出了一位君王 嬴政 秦王嬴政 以囊括宇宙之心 并吞八荒之志 扫青四海 平定天下 建立统一的大中国 史称了 史皇帝 他希望呢 从这开始 父传子家天下 代代相传 万事不朽 没想到啊 二世而亡 天下再次动荡 汉高祖刘邦 斩白蛇 芒党山 揭竿而起 三载王秦 五年破楚 建立了大汉王朝 您现在 找宣男听听 西汉演义 大汉朝 传了二百年 治孝平 王莽窜 出了位奸臣 就是王莽 三杯震酒 害死 孝平皇帝 叫翁夺去夜 建立大新朝 自称的叫 新凤凰 天下再次动荡 这是 分而又合 合而又分的 那么中兴之主 刘秀 刘文书 再兴汉史 史称东汉 东汉又传了二百多年 传到汉环帝 汉灵帝的时候 朝政日非 天下再次动荡 您要是 读过诸葛亮的出诗表 诸葛亮在出诗表里面 就曾经说过 新贤臣 缘小人 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 新小人 缘贤臣 此厚汉 所以青腿也 先帝在日 梅雨晨论此事 未尝不叹息 痛恨与还灵也 所以 说三国 真正出现三个国家 时间并不长 三国之始 应该从 还灵开始 就是因为 汉环帝 汉灵帝 宠信 尖小之辈 这些尖小之辈呢 有个官职 叫中常侍 您听这官名 中常侍 常在宫中 常在皇帝身边 侍候着 这类官员 从汉代开始 多用阉人 随唐之后 称为太监 也称宦官 那么这十个 后来人说的太监 当时叫中常侍 张让 赵忠 封序 断规 曹杰 侯懒 简朔 城矿 夏运 郭盛 誓之为 十常侍 汉环帝 汉灵帝 宠信 这十常侍 所以朝政日非 天下动荡 但是 要想除掉 这几个太监 非常容易 可是当时主政的 大将军何晋 何晋无谋 原本是杀猪的 大将军何晋杀猪 何太后拔猪毛 这再论的 这样的人主持朝政 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何晋无谋 袁绍出了个主意 调外将 进京秦王 除掉这几个太监 就从这一件事上 三国演义一开篇 先把曹操的见识 凸显出来 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主意 曹操有一句话 您要是看三国志 三国演义上都有 文字上略有出入 三国志上说呢 烟树之官 古今皆有 但事主不当 假之权宠 始至于此 是因为皇帝 给他们权力 才落到今天这个地固 欲治其罪 当诸原恶 但复以欲力足矣 何必纷纷调外将乎 交给一老头 这事满棒了 何必调外将进京呢 如予进出 势必宣露 无料其必败也 这是三国志上的原文 可是三国演义里面 文字上略有出入 意思一样 这事好办 所以这就是曹操的见识 说这个人能成事 至少有四样 叫胆识 财略 有胆量 有见识 有雄才 有大略 这个人才能成事 曹操这四样 完全具备 三国演义一开篇 先把曹操的见识 展示给观众 这就是曹操的见识 后来民国的时候 有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也是一位贵公子 风流倜傥 前两天我在这说刘公案的时候 提到过一位美少年 汪精卫 民国的时候有四大美男 还有一位 就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将军了不起的人物 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 那么张少帅晚年回忆 说自己这一辈子 没有上司 没有领导 无拘无束 谁也管不了他 可是这一辈子呢 他敬畏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 是他的亲生父亲 老帅 张作霖 再有一个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 蒋介石 张学良将军呢 晚年回忆 这一辈子就敬畏这俩人 而且晚年回忆的时候 对这两个人下了两句评语 说自己的父亲 张作霖 有雄才 有雄才而无大略 说蒋介石是有大略而无雄才 所以最终 这两个人都不能成事 而曹操呢 雄才大略 胆量见识 无一不好 所以 袁绍出这个主意 曹操就回答了这么一句话 何必纷纷调外将 这就是曹操的见识 远远超出于何进之上 更远远超出于袁绍之上 可是无奈一解 何进不听啊 招外将进京秦王 这才引出来 董卓进京 可是董卓没到 时常是先把大将军何进杀了 人头砍架 这两方面一乱 欲磅相争 愚人得利 董卓捞到好处了 趁乱进京 而且拥兵自重 大权独揽 没人敢惹他 进京之后 董卓要树立自己在朝中的威望 就提出来费力之事 费掉现在的皇帝 留变 立陈留王留邪为新军 外任刺史啊 刚刚进京 就谈费力之事 朝中的官员 虽然惧怕董卓 可是能听从他 有很多人不服 头一个站出来的 就是丁元 这儿呢 三国演义里头有个小小的疏漏 丁元呢 三国演义里面写 荆州刺史丁元 这个 算是一点点小的疏漏 丁元当时的官职 是执金吴 执金吴干什么呢 负责皇宫周围的安全警备 所以丁元 才敢跟董卓叫板 因为丁元 有兵有将 有武装 特别重要的是 丁元手下 有个好干儿子 这干儿子太厉害了 干儿子 有本事惹不起啊 董卓都惧怕三分 奈何不了丁元 怎么办呢 董卓账将 有个虎奔中郎将 叫李肃 自告奋勇 说我愿凭我三分 不滥之舌 两行伶牙利齿 顺说吕布来讲 吕布好劝 李肃给吕布下了八个字的定评 有勇无谋 见利妄议 您只要给他好东西 立马过来 可是董卓只顾着收服这个吕布 他就忽略了这八个字的评语 有勇无谋 见利妄议 他不是要好东西吗 给 黄金千两 欲带一条 珍珠数十颗 特别重要的是 李肃 董卓要了一匹好马 赐给吕布 就是赤兔宝马 那么李肃呢 牵着这匹赤兔千里马 把这黄金千两 玉带一条十几颗珍珠 打了个包 放在马鞍子上活着 李肃亲自牵着这匹赤兔宝马 来见吕布 到了吕布的营外 越走越近 营门小校一看 哎 少望前进 不知道这是兵营吗 干什么的 李肃报万当兄 啊 列位 烦劳列位 往里头通禀一声 禀报你家吕将军 就说 故人来访 故人 哪是故的人 你是干什么的 列位 我呀 哎 我是你们吕将军 同乡好友 姓李 民宿 哦 这么说不就明白了 什么故人呢 你说同乡就完了 你说我们吕将军同乡 得嘞 那您 稍待片刻 我们进去给您通禀一声 好 有劳列位 有劳列位 李肃站在营门这等的 营门小校 撒脚如飞 往里头禀报 吕部一听 怎么着 李肃来了 好啊 有请 搭了个请子 小校出来 李先生 您跟我们进来吧 我们吕将军有请 这小校呢 帮忙拉着这批赤兔千里马 拉进了营门 就在营门里头 这么一拴 李肃把这包袱拿下来 这里头都是好东西 自己逼了这包袱 小校领着路 进去见吕部 到了吕部 多何热压运 李肃吕部 这嘴皮子不利 全说错了 到了吕部的寝账之外 吕部啊 出账将迎 老远的看见李肃过来了 赶紧抱拳行李 啊 李肃 How are you 李肃一抱拳 Fine Thank you 人说这吕部 李肃见面都这么说话吗 我这么琢磨着 同乡啊 见面总得说点家乡话吧 可是这家乡话我学不出来 吕部哪儿的人呢 五元郡九元人 这个地方现在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附近 这个没学过 你要让我学左连城啊 我比较拿手 学山东话还可以 这包头话怎么讲呢 不会 反正两个人见面总得寒暄几句啊 兄长 别来无恙 多年未见 哪阵相风 把您吹到我的营中来了 贤弟 别后之情啊 咱们进账再细说 别忙 今天我来啊 给贤弟带了一匹好马 特意要送与贤弟 好马 马在何处 现在迎门呢 吕部一听 来人呢 把李肃先生带来这匹马 给我牵来 小校领命而去 出去牵这匹赤兔千里马 一会儿的工会 就听见 他他他他他他 马蹄声响 吕部抬头这么一看 呼呼呼呀 心中先叫了一口 好马呀 好马 吕部拿眼睛一看这匹马 这匹马 怎么这么漂亮 浑身上下这毛啊 跟红段子一样 一根杂毛都没有 叫火炭红 提着背高八尺 头着背长杖二 标满肉肥 邓伦伯 大提板 细齐寸 竹签耳朵 松尾乱炸 昏昏直叫 是提掉跑豪 小校牵着这匹马 来到吕部的面前 吕部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仔细打亮这匹马 一伸手 摸摸马的这个松毛 打算呢 顺着这松毛 往下这么一捋啊 试试这匹马的力量 这手也就刚碰到 这赤兔马 赤兔马有灵性 心里话说 爷们 你打算是吧是吧我呀 瞧我的吧 两个前蹄 往起这么一粒 一声长嘶 龙音虎啸之声 腾空入海之势 可了不得了 后人有失 称赞这匹赤兔千里马 叫千里奔腾 荡尘埃 涉水登山 紫雾开 撤断滋江 姚玉佩 火龙飞下 九天来 好马 吕布什员武将 而且不是一般的武将 能不懂马吗 能不爱马吗 拿眼睛一瞧这匹马就知道 这匹马 举世无双 没有第二匹 价值连城啊 吕布一看这匹马 他心里就碍了 哎呀 兄长 如此好马 当真要送于小弟吗 贤弟 那是当然的 我把这匹马牵了 就是送给你 贤弟你 掌中画感方天己 松衡天下 永贯三军 再配上这匹赤兔宝马 可称 无敌也 听见没有 吕布 永不永啊 得配上这匹天理马 才配称无敌呢 吕布一看太爱这匹马了 多谢兄长 来来来来 进账续谈 把李富 让进账中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 有小校献上茶来 吕布得问问呢 兄长 多年未见 在哪当差呀 哈 贤弟 我现在 官拜 古奔中郎将 什么叫古奔中郎将 这个奔呢 和奔跑的奔是通甲字 就是虎的奔跑 你说 多漂亮 多勇猛 用这个词呢 来形容勇士 那么这帮勇士呢 也是负责京城的治安 叫虎温君 虎温君的头 就是虎温中郎将 就这么个官职 这是李肃的聪明地方 吕布一问他 他先说 我呀 官拜虎温中郎将 一般的人理解呢 你就是朝中的这么个官员 没往董卓那想 李肃也不能先说 我自己现在董卓手下当差 张嘴先说出董卓来了 吕布就得心存借意 往后的话就不好说了 李肃呢 轻描淡写 官拜 五分钟郎将 吕布点点头啊 命人排摆酒宴 款待李肃先生 两个人各处别情吧 酒制半憨 这李肃啊 端起这杯酒来 啊 贤弟 这么些年没见了 令尊大人 可好啊 吕布一听 兄长 吃醉了不成 别人不知道我的情况 你还不知道 我吕布幼年丧妇 我父亲已经不带人事 哎 不不不 贤弟 我问的不是吕伯父 我问的是丁伯父 这个 吕布啊 脸上有点花红啊 好在是有这两杯酒啊 酒盖点酒盖点的 把头一低 兄长啊 人下为将 我也是出于无奈 李肃听见了 我就等你这俩字 我就等你这句话 你说出无奈来了 我后头就好说了 贤弟 以贤弟之能 晴天驾海之台啊 跨下马掌中己 综横天下 无人能敌 要想谋取个富贵 探囊取物一般 何必说 屈居人下为将 还要说出 无奈二姿呢 嗨 兄长 有所不知 我吕布啊 生不逢时 位于英明之主啊 贤弟 英明之主 可以找啊 普遍之下 这么多豪杰 你去找一位英明之主 兄长 如今天下 谁是英明之主啊 呃 这个吗 嗯 依我看来 满朝文武 唯有董卓将军 可称英明之主 赏罚分明 李贤下士 将来啊 必成大事 可称英明之主 嗨 兄长 你是有所不知 李肃心说 我不知道还不说呢 兄长 有所不知 如今 丁远已经跟董卓闹翻了 是红水火呀 两个人 要打起来了 我哪能去保董卓呀 带着说 近身无门呢 贤弟 别忙 你瞧瞧 我这包裹里头是什么 说着话 把自己身边这个包裹拿出来 包裹一打 贤弟 你来看 吕布一瞧 又差点乌虎压一下 黄金千两 玉带一条 这玉带 上好的锦段支撑 上香 羊枝美玉 特别的白 水头也足 又润 哎呀 再看旁边这珍珠 光了不得了 这十几颗珍珠啊 七分为珠 八分为宝啊 就这十几颗珍珠 每个 都有八分半 而且十几颗珍珠 一边大小 吕布懂行啊 不仅懂马 一看这珍珠 这绝不是宏桥那买回来的 就这些珍珠就价值连城啊 哎哟 兄长 这这这 这算合一啊 贤弟 这点东西 董将军 仰慕贤弟的威名 特命我 宋 宇贤弟 另外 刚才帐外那匹赤兔马 也是董将军 所赠 您瞧见没有 这是会说话的人 到这儿了 轻描淡写 把这匹马 是谁送的 才告诉你 吕布不是糊涂人 吕布一听 明白了 哎呀 董将军 送我这样厚的礼物 金珠宝马 我吕布 不敢收受 常言说的好 无功 不受禄 哎 受禄 比有功啊 兄长 我 无功 可报啊 一如 反掌 没话了 就这四个字 李肃狠就狠的 自己不说出来 告诉你 一如反掌 你想报吗 简单的很 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 吕布这会儿 有四个字 叫陈吟良久 这一陈吟良久 丁元算是完了 吕布略意陈 吕布 兄长 我打算把丁元给杀了 兄长 你能不能将我引荐于董将军 好 贤弟 你能办出这样的事来 头弓一箭 引荐于吕 董将军呢 包在我李肃的身上 所以您看 古往今来 劝人 恃复杀军 劝人 为非作恶 这些人 最典型 最狠的 最阴险的 就是像李肃这样 自己不说 一步一步 把你的话引出来 你想干这事吗 简单 那我把我爸爸杀了 好啊 这时候他才催你 你要想干这事 李肃马上说了 头弓一箭 引荐董将军 包在我身上 不过 事不宜迟 迟则生 便 这才逼你 你自己说的 你要杀你爸爸 我再逼上你这么一句 赶快干 李肃一听 好嘞 明天 我提着丁元的人头 前去面见 董将军 好 贤弟 那我就告辞了 事办成了 李肃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 二公天 吕布吃完了晚战饭 手提着宝剑 聂足前宗 来到丁元的帐外 贺耳敬听啊 撩开帐帘 往里头瞧了瞧 里面东影摇摇 丁元呢 正在东下观书 吕布 逼了着宝剑 一撩着帐帘 唰一下 麦大步 蹭蹭蹭 就进了丁元的寝帐 丁元正在看书呢 一抬头 啊 儿啊 天色已晚 怎么还不安歇呀 难道 找为父 有什么事吗 吕布一听 还为父呢 谁是你儿子 拿手这么一指 丁元 我吕布 堂堂 大丈夫 岂能给你当干儿子 这时候他想起自己是堂堂大丈夫了 这不是吕布说话的 这是这批赤兔马说话 这是那黄金千两 珍珠数十颗说话 拿手这么一指 丁元 说出这么一句话了 丁元就一乐 哎 奉献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说 这后半句没说出来呢 吕布一见 将丁元赐死 人头砍架 低了着丁元的人头 就出了寝帐 丁元 有很多亲兵了 一传十 十传百 营中这些兵士 可就听见消息 大家就乱 吕布 低了着丁元的人头 站在营中啊 招声喊吓 你们呢 看 这是丁元的人头 丁元已经让我被宰了 要想跟着我的 可以跟着我 不愿意跟着我的 悉听尊便 走拧的 有吕布这句话 不到片刻之功啊 这营中 暂去打扮 您可以看看 这就是吕布的人性 这就是他的人缘 吕布不管这 反正丁元是让我宰了 到了第二天 拿着丁元的人头 来见李肃 李肃赶紧 带着吕布 去见董卓 吕布 拿着人头 董卓一看 十分的高兴 丁元已经死了 太好了 吕布归降了我 本来呀 吕布打算 给董卓先识个礼 这董卓呀 打算给吕布先败一下 太高兴了 见了吕布 啊 吕将军 我董卓 得吕将军辅佐 不亚入汉 不甘语呀 受董卓 一败 说着话 真的要给吕布磕个头一样 磕给吕布吓坏了 赶紧用手 董将军 遮杀我吕布 不甘当 不甘当 都说刘备会演戏 这时候董卓也都会演戏 其实是假的 感动一下吕布而已 这吕布 搀扶着董卓 居中而坐 董卓落座 吕布 撩袍贵道 董将军 董将军如果不气 我吕布 愿败在董将军膝下 愿做明灵义子 干爹在上 受小侄 大礼参伴 董卓一听 瞒着 董将军 你怎么满嘴食火 胡说八道 难道说 你也看了电视剧 不成 董将军 不错 我看了电视剧 放现 从今往后 多听评书 少看电视剧 以免荼毒 只活 尔孙命 一副大人在上 受小儿一败 奉献 义父 儿啊 干爹 董卓 董卓高兴啊 收了个好干儿子 他可就忘了 丁元的人头还在旁边搁着呢 这干爹 拜的容易 宰的也容易啊 收干儿子可得小心呢 别光看本事啊 好 有本事的干儿子 也心狠手辣啊 诸位 将来要收干儿子的时候 想着 要算命先生 掐算掐算 这吕布啊 当初就没算 董卓要好好的 给吕布算他命啊 这吕布命硬 克爹 可是这时候呢 董卓不顾纳子了 吕布归了我了 带了我当干爹 他是我干儿子了 我是如虎天意啊 这干爹 带的真容易 不过呢 有了这么个干儿子 真是如虎天意 本来啊 董卓身边有个出谋 挂策的女婿 李如 现在加在家上 这么个干儿子 吕布 了不得了 您要听精神大鼓 连环记 有这么两句 文章李如 参谋争 武章这一字 吕风贤 就是这个 文武 左辅右辟 所以董卓 更加肆无忌惮 什么都不怕了 过了两天呢 让吕布 带一千假事 玩烈四周 当中间 摆上酒宴 请文武群臣赴宴 再谈费力之事 这回我看看谁 还敢反对 一千假事 在旁边 威风凛凛 这么一探 吕布 手持画感 方天底 站在董卓身旁 文武官员到这一瞧 我的妈呀 丁元也死了 吕布也保了董卓了 谁还敢惹董卓呀 大家伙是战战兢兢啊 当着文武官员的面 董卓说 我要笑 以影霍光故事 废当今天子 为红农王 立陈流王为君 诸公 以为如何 文武官员 惶恐不安 无言以对 这个时候 袁绍挺身而出 董卓 天下事 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 再者说 当今天子 是先帝的嫡子 继位没多久 并无失德之处 你现在 网言费力 如同造反一样 董卓一听 双眉道数 二目原睁 翻了 算宝剑放上岸崩皇 擦了 宝剑出侠 袁绍 天下事 都得听我的 你袁绍 打算试试我 宝剑 锋利 不锋利 袁绍一听 董卓 你的宝剑 锋利 难道我袁绍的宝剑 就不锋利吗 两个人 这就要动手 李如赶紧过来 慢 暂 暂 暂 雷霆之怒 漫发 虎狼之威 袁将军 何必呢 消消气 消消气 袁绍一 倒提着宝剑 瞪着李如 又瞪着一眼董卓 一跺脚 袁绍走了 玄节于东门 扬长而去 节是什么 做官的这个凭据 就是节 我们现在 尤其是后来 初始的始臣 都要拿一个节 所以现在留一个词 始节 那么袁绍呢 玄节于东门之上 走了 袁绍走了 剩下朝中这些文武官员 更不敢说话了 可是董卓呢 还是听了朝中官员的话 他问大家伙 袁绍这一走 我是不是应该把他杀了 朝中有两个人说话 势中周臂 孝未无穷 这两个人的观点不大一样 可是呢 都同意 不要杀袁绍 周臂说了 袁绍四十三公 门多顾立 您要是把他惹急了 揭竿而起 天下豪杰 都拥护他 恐怕山东这个地方 就不归您管了 您呢 别杀他 好歹给他的官 安抚安抚他 也就是了 孝未武穷呢 觉得袁绍不足为虑 给袁绍下了四个字的评语 叫 好谋无断 您甭怕的 不过呢 您呢 给他个太守 当当 可以安慰 安慰民心 所以这两个人的观点不同 但是都同意 像董卓呢 给袁绍一个太守 所以最后 董卓 代袁绍为 渤海太守 袁绍在渤海那当太守去 朝中剩下这些官员呢 一个个胆战心惊 虽然也有人反对 可是呢 都被董卓杀死 甚至有人想刺杀董卓 也被董卓杀掉 而且董卓加强了防卫 多待假事 再想刺杀董卓 难上加难 那么 袁绍走了 吕布 倒了董卓 董卓 有恃无恐 这才把当今天子刘变 废掉 废为红农王 立了陈刘王 刘邪为君 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宪帝 刘邪 刘伯和 这个皇帝当的也够惨的 九岁登基 被董卓操控于掌上 后来遭受李觉国 自张继繁朝之乱 汉宪帝 刘邪 刘伯和这一辈的大半生 都被曹操控制在手中 最后被曹操的儿子赶下皇位 这皇帝太惨了 当了末代皇帝 汉宪帝 刘邪 那么 新军登基 要改元 这儿呢 三国演义 也有一个小小的疏漏 三国演义上写 改元出平 其实呢 应该是永汉 这个年号是永汉 汉建帝刘邪登基 改元永汉元年 这一年是公元一百八十九年 而初平元年是公元一百九十年 初平元年正月 就是十八路诸侯 陶董卓了 所以这个年号就不对了 那么我查阅了一下 三国演义上呢 这算一个小小的疏漏 改元永汉 公元一百八十九年 汉建帝登基 这一年呢 还挺有趣 诸葛亮的弟弟 诸葛军出生 东吴有位大将军 叫灵统 公元一百八十九年出生 这一年有好多年号 汉陵帝 中平六年 也是公元一百八十九年 汉建帝永汉元年 也是公元一百八十九年 新立了皇帝 这是董卓一手立起来的 那么董卓自封为相国 位在三宫之上 权倾朝野 而且董卓 摔死太后 勒死唐妃 震杀了少帝流变 夜宿龙床 奸淫宫女 惠乱恭敬 入朝不屈 散贷不明 见旅上殿 这个屈啊 大概就是这么早到 见了恭敬的人呢 快顾向前 那么入朝的时候 要去朝见天子了 得快顾走上前去 董卓夫去 晃着绑子就进来 散贷不明 见了万岁 得自称 自己的名字 陈董卓 参见乌皇万岁 万万岁 这是你做臣子的规矩 董卓没有 皇上 我来了 就这个 而且建吕上殿 汉代的时候 还是席地而坐 进宫殿呢 把鞋脱掉 穿着袜子进去 而且身旁寸铁不能带 董卓 带着宝剑 穿着鞋 昂首破步 上殿建军 毫无人臣之理啊 而且董卓 残暴不仁 残杀黎民百姓 杀了不少的老百姓 把人头砍下来挂在车上 愣说是杀贼 平寇而返 不管是朝廷之中的官员 还是黎明百姓啊 一个个 忧心忡忡 人心惶惶 大家都怕这董卓 三国志上给董卓呀 有这么几句话 叫狼利贼人 就是太残忍 又凶狠又残忍 很凶很暴力 而且老百姓当时还流传一个歌谣 叫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 不得生 千里草 上面一草子头 这一个千 底下一个礼 这就是董 十日补 中间是一个日 下面一个时 上面一个占补的补 这就是着 董卓两个字 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 最后这一句话 叫不得生 有董卓在这 不敢直呼 董卓让我们没法活 所以老百姓编了这么歌谣 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补 不得生 你就能想到 当时的老百姓有多苦 多恨这董卓 满朝文武也是如此的 空怀 报国之志 谁也奈何不了董卓 尤其是朝中的这位司徒 王允 王司徒 官职非常高了 可以说是百官之首 这司徒干什么的呢 三公之一 古代最尊贵的三公 司马 司徒 司空 司马 您听这名字 司就是管理嘛 管理马匹 军马的人 这就是全国负责 军事方面的最高官员 这是司马 汉代的时候改为太尉 一个意思 都是最高级的军事管理的官员 相当于咱们现在说 军委主席吧 哎 政客职务 这个司 当管理讲 所以这三公啊 头一个字都是司 司马 司空 司空是干什么呢 负责监察 法律 所以 公检法吧 最高的官员 司徒 徒就是人呢 你像我 叫学徒 就学习评书的人 学习手艺的人 徒弟 佛教徒 信徒 这都是人 那么司徒呢 就是管理全国土地人口的官员 负责行政方面的最高官员 相当于现在说 国务院总理 政客职务 台湾呢 叫行政院院长 就这意思 您再往下撕呢 司机 负责这个机器的 这个汽车的官员 对吧 就是司机 这也是官员 看给谁开车 是吧 那么 王允这个官职 就是司徒 官职极品 百官之首 可是无奈一劫 没有兵权呢 也奈何不了董卓 所以王允每天上朝 下朝回来 忧心如焚 怎么办 这样下去 朝政日非呀 天下就要大乱 有一天 王允正在家中闷坐 突然门上有人 进来 呈上一封书信 王允打开这封书信 一看 哦 原来啊 袁绍从渤海 寄过来这么一封信 袁绍在信上 写得很清楚 说 卓贼七天废主 人不忍言 而供自其拔户 如不听闻 其报国 效忠之陈灾 绍 今疾病恋足 欲扫兴王室 未敢轻动 功若有心 当乘见徒之 如有驱使 即当奉命 这是三国演义上的原文 你也可以给我鼓鼓掌 虽然我年轻 背这么些东西 也不大容易 不信您试试 让比我更年轻的人呢 也让他多背 这个 袁绍啊 写了这么一封信 寄给王允 王允一看这封信呢 更发愁 我有什么主意啊 袁绍干嘛呀 告诉王允 我现在啊 调集兵将 打算处董卓 可是未敢轻动 你要是 也打算处董卓 咱们可以理应外合 功若有心 当乘见徒之 如有驱使 即当奉命 就这么封信 董 董卓好处嘛 王允发愁啊 王允心想 每天上朝 满朝的文武 都拿眼睛 瞧着我王允呢 看着我这个百官之手 我这位司徒大人 希望我拿出个主意来 哎呀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便如何是好 哎 司徒王允想出个主意来 干脆 我说个瞎话 就说 我要过生日 当个party 所以呢 第二天上朝 王允就跟朝宗这些旧臣们说 今晚呢 都到我家中来饮酒 今天是老夫健将 我过生日 到我家中来赴宴 那么当天晚上 朝中这些文武官员 这些老臣 旧臣 都来到王允的家中 知道司徒大人要过生日 见了面呢 赶紧祝贺 纷纷把寿礼献上 王允呢 命家中的人呢 排白酒宴 汉代的时候呢 还是分餐制 每个人面前啊 有个十案 那 这个 我跟我自己的学生也说 他们老 同样媚外 说你看 外国人吃饭 人家多文明 多卫生 多讲究 那分餐制 西餐多好 多高级 高尚的饮食方式 我说中国人 自古以来 也是分餐制 汉代的时候 就叫分餐制 前面有个小托牌 叫十案 每人一份 那咱们就不能 那么细说了 那么王允呢 在家中 摄摆酒宴 酒宴齐备 王允 端起来杯酒来 把酒杯又放下了 大家伙刚刚要取杯 注酒词还没说呢 一看 四徒大人 这怎么着这是 叹了口气 离得近的官员 一看 哎呦 眼瞧红了 眼泪落下来了 王允呢 这抽气 大家伙一看 啊 四徒大人 今天是您的 大喜的日子 过生日 您应该高兴才对 阴和长叹呢 哎 列宫 今天 实话跟列宫说吧 并非老夫健将 不是我过生日 将要列宫 只为一件大事 列宫 如今朝中 董卓专权 弃军网上 残害 黎民 百官 束手 不客 今天 老夫特意 相邀列宫 请大家伙 今晚 无论如何 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 除掉东卓 倘若长此一往 朝政日非 大汉朝 江山 不宝 设计 为 天下 为 呀 天 哪 这王允呢 放声大火 百官一听 你瞧瞧 我瞧瞧 你 面面相去 心里 或者说 司徒大人 您是我们的头 您是最高行政长官 您都没主意 我们有什么主意 大家伙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也束手无策 哎 勾起 陈凡 那 想起国家的事 想起朝廷的事 也觉得难过 哎 有的人呢 也是扇人 泪下 一开始呢 还抽气 哎 到后来 嚎啕大哭 有一个哭的 就有人跟着哭 这哭和笑啊 都有传染的性质 我在苏州啊 听过一次平坛 在那个光玉社 听平坛 一个字我都听不懂 但我为了感受人家的气氛 在座的全是苏州的老乡 当地人 我也买张票 好像二十 也三十 忘了 进去听着这平坛 当天晚上唱的是 好像大脚皇后 是什么 书母 忘了 我都坐在嘎栏里 都听着 听了一会儿 人家那也有包包 大笑 鼓掌 看着鼓掌 我也鼓掌 然后 但是听着听着 一个多钟头啊 我也跟着人笑 虽然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但人家笑 我也笑 这就是传染性质 哭也如此 王允志 听堂里 有一个哭的 俩哭的 这一传染的 大家伙全哭 全都嚎啕痛哭 知道这是寿堂 不知道以为灵堂 或者屋里头 哇哇大哭 哭着哭着 就听着角落里头 有个人 冷笑 开始啊 偷偷的笑 冷笑 到后来啊 是伙掌大笑 一边拍巴掌 一边乐 王允志 这正哭着呢 听着笑声了 顺声音这么一看 哦 原来是曹操 曹梦德 王允志 很不痛快 现在话说 曹操 你也是朝中的官员 你也是大汉朝的子民 我们都这哭 你乐什么 再者说 你曹操在我王允面前 不过是个小子辈 在座的有这么多高级官员 大家都这哭呢 轮得上你这么一小子辈 在这发什么笑 放什么狂 所以王允很不高兴 把脸一沉 还是酒杯一舞 孟德 你家中也适时旱路 难道说 往时旱路 不肯 为国分忧吗 我等 也失声痛哭 孟德 何故发笑 笑什么你 曹操 赶忙战继身心 司徒大人 并非梦德 狂笑 我笑的 不是诸位大人 我笑的是 你们怎么不想一个 有用的办法 除掉董卓 光这么哭 能把董卓哭死吗 从天黑哭的天亮 从天亮哭的天黑 躺落 光哭 就能把董卓哭死 我曹操曹梦德 愿头一个带头 我放声大哭 可是 哭者无意 没用 我曹操官职不高 本领不大 不过 我愿 我愿将老贼人头 砍下 全知国门 以一泄天下 豪言壮语啊 王允一听 上下打量打量 曹操 心里话说 这个人说出这番话来 必有 除贼之计 王允站起身 一点手 孟德 随我来 把曹操叫出去 带到后堂 曹操这一挺身而出 我还是捧曹操 这就是曹操的胆量 这就是曹操的见识 别人有十分胆量 十分见识 曹操有二十分胆量 二十分的见识 别人都束手无策 曹操挺身而出 我愿意除贼 所以王允 把曹操叫出来 待悟后堂 孟德 可有除贼之计 司徒大人 除贼之计倒有 不过司徒大人 孟德 想借司徒大人 一件好宝贝 什么东西 司徒大人 我听说 司徒大人家中 有一件 镇宅的宝贝 可否忍痛 各位 哦 莫非说的是七星宝刀吗 正是 请司徒大人 将此刀 赠予孟德 孟德 愿持此宝刀 将老贼人头砍下 从此 朝廷可按 设计可稳 大人 以为如何 司徒王允一看 哎呀 孟德 甘冒生命危险 去做这个刺客 老夫 何夕一刀 其灭 光听说 这口七星宝刀 七星宝刀了 今儿我可终于 见着这口刀了 我得好好 看看这口刀 恭恭敬敬 双手把这口刀 接过来 拿在手中 这么一看 哎呀 关宝刀 真好看 刀身通常 一尺半 鱼皮套 熔鳞片 磕磕彩钻 上边线 砍刀柄 大耳短 黄金吞口 夺人眼 臭宝刀 寒光线 背后 日宝 刀头尖 刺杀人 大气断 即便不死 也伤残 好刀 这是当年 我施杖写的一个 七星宝刀的刀字 别人呢 不会有 第三代连派评书 独有的 这是专门给我写的 所以我说 这是第三代连派评书独有 连派三国里面独有的 这是七星宝刀的刀袋 曹操接过这口刀 暗中藏好了 一抱拳 司徒大人 我曹某告辞 蒙特 为国舍命 请受牢 不一败 说着话 司徒王允就 跪下来 曹操一见 哎呀 司徒大人 赶忙也跪在地上 你我 都是为了国家设计 司徒大人 何必如此 哎 蒙特 多加小心 随我来 带着曹操又来到前厅 针满了一杯酒 双手递给曹操 蒙特 请满饮此杯 这意思 我给你撞刑啊 曹操接过这杯酒来 明白王允的用意 把这酒唰拉往地上一泼 这意思也告诉司徒大人 我曹操对天蒙了事 放心吧 两个人不能用语言在交流 就是这一杯酒 一接 一撒 曹操抱拳拱手 司徒大人 曹某 曹操 曹操转身走了 王允呢 跟上下的文武官员 又在前厅 吃了一会儿酒 说了一会儿话 这些文武的官员 并不明白 王允和曹操之间有什么事情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各自散去 到了第二天 一清早 曹操 按带着这七星宝刀 来到相府 面见董卓 原本呢 曹操是典军校尉 后来董卓专权以来 十分的赏识 曹操 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 打算重用他 所以呢 把曹操提拔为 萧綦校尉 升了官了 而且呢 董卓很喜欢曹操 每天都让曹操 到自己的府中来 有事 商量事 没有事呢 陪着董卓 一块聊聊天 谈谈话 所以每天都来 今天 一大清早 曹操 按带着七星刀 又来到相府门外 门口的官兵一瞧 哎呦 曹将军 今儿您可来晚了 相国正找您呢 现在在后花园 井阁里头 看道章呢 您赶紧进去了 不用通病 您常来常往啊 不用通病 您自己请进 曹操迈步进了相府 知道 在后花园 井阁之中 所以呢 不用人领路 常来常往 清车熟路 曹操 直接来到后花园 到井阁门外 往里头这么一瞧啊 井阁之中 一个大的床榻 居中而坐 坐的是董卓 旁边 吕布 仗剑而立 在旁边侧 曹操心了会儿 吕布在这儿呢 要想下手 恐怕不容易啊 摸了摸了 自己这七星刀 在井阁之外 一攻身 曹操 曹梦德 参见 分享 董卓 坐在床塔之上 正在看斗折 一听 井阁外头 曹操说话 一抬头 哎呀 梦德 今天来晚了 来来来 紧来说话 这草子才恭恭敬敬的 迈步走进井阁 孟德呀 今天 怎么来晚了 骑兵恩向 我骑的那匹马呀 太瘦弱 得了病了 所以今天 来迟了些 往恩向 莫怪 哎呀 马匹不好 何不早说呢 老夫从西梁 新进了 几百匹名马 曾与孟德一匹 而啊 去给孟德 挑选一匹 好马来 尊命 吕布 奉命而去 给曹操挑马去了 曹操一看 嘿 好机会 吕布在这 我不敢下手啊 吕布走了 现在这井阁里头 就我们俩了 不过 董卓也难以对付 董卓是个大胖子 杜大食为 可是 不是虚怕 虚胖的人 您一会儿就看见了 董卓啊 您要看三国志上 履历少比 就是力量特别大 而且 双带两肩 左右持射 这个肩呢 就是功囊 剑囊 一边一个 骑在马上 左右开弓 可以射剑 武艺很好 履历还过人 所以曹操 要打算赐董卓 心里也得掂量掂量 这么怕 这一刀子 得捅到要害之处 光捅到脂肪上 没用 而且他这么大劲 我动得了 动得了动不了他 还在 未可知之处啊 所以曹操也没敢 轻易就动手 董卓 坐在这看斗章 看了一会儿 就觉得浑身 这么难受 有点困倦 您想 身躯胖的 光这一身肉 250多斤 这骨头 撑着这250多斤肉 也够消耗体力的 所以 坐在这觉得 有点累的好 把奏折这么一扔 一歪身 躺在这床上 古代的床呢 有一种床啊 三面有围子 也可以叫踏 这三面围子呢 这种床 到明清的时候 叫罗汉床 三面围子上 可以雕花 可以镶嵌螺垫 可以镶嵌大理石 有各种装饰手法 而且这种床呢 不仅可以躺 睡卧 而且呢 也是坐具 所以在厅堂里面 布置这么一张 单人床大小的 这么一个床榻 平常呢 可以坐 临时休息呢 可以躺 所以董卓啊 看累了 把奏折一睁 顺势的 躺在这张房探上 躺了一下 一翻身 嗯 脸儿冲李了 后背 给了曹操 脸儿冲这床的里头 曹操一看 机会来了 新手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趁此不出董卓 更待何时的 吕布走了 董卓脸冲你躺在这 今儿就今儿了吧 想在这 曹操 暗中 把这七星刀拿上 暗中黄 一点声都不能有 平常我们说书的时候 老得 钻宝剑包 暗中黄 坏了 那就听见了 这一点声都不能出 轻轻的 刀刃都不能碰到刀窍 悄无声息 把这七星刀就抽出来 抽出这口刀来 曹操 灭足千宗 走到床塔之旁 看看周围 紧格之内 就是这两个人 我和董卓 紧格之外 没有 冰冰 好嘞 董卓呀 董卓 大线已到 想到这 曹操 一举这刀 刚要往前刺 过去大概留寇子 就得搁在这 要么怎么说三国是明书呢 大家都明白 我这一寇 董卓 性命如何 下回分 这还用分解吗 诸位全知道 董卓没死 曹操这一曲刀 刚要刺 董卓躺在床上 本来是脸冲理 就曹操一举刀 这功夫 董卓一翻身 蒙德 是我什么 曹操 这不惯了我 早尿裤子了 腿都软了 那董卓 为什么翻身呢 刚才我说了 古代的床啊 三面有围平 这围子里面 镶嵌什么方法都有 董卓这张床比较特别 在这围子上面 镶上几块铜镜 磨得瞪光霸亮 坏就坏事 在曹操这口七星宝刀上 寒光闪闪呢 您刚才听我说这字 抽宝刀寒光线 这是宝家伙 寒光闪闪 曹操一取这刀 这刀光一闪 从那镜子里面光滑缭绕 唰啦一下 董卓并没睡 只不过是闭目养神 在这床上略躺一躺 这眼睛四臂未必 四睁未睁 迷迷糊糊这么状态 就发现眼前这光滑一绕 唰啦一下 董卓醒了 你发现 哎孟德 做什么 打闪认真这么个功夫 曹操举这刀 顺手 左手一拖 啊 安下 孟德 有宝刀一口 特意 陷于 安下 这就是曹操的 机警之处 三国志上说 曹操 绍机警 有权谋 随机应变 见警生情 十分的机智 换第二个人 真的下软在那儿 曹操 这么个功夫 一反手 左手一拖 单膝往第一柜 我来献刀 这时候董卓呀 翻身坐起 正好这身子也坐稳当了 曹操这口刀 正好呈现在眼前 您说这寸地 您说这节骨眼 您说这尺寸 掌握的就这么好 董卓第一头 哎呀 果然是好刀 好刀啊 接过这口刀来 董卓 爱不释手啊 这个注意力 全被这刀吸引了 可就不往别处想了 曹操趁这个功夫 赶紧把这刀鞘 拽在手里头 耳旁边就听见 哼哼哼 脚步声音响 吕步选马回来了 吕步迈步进了井阁 启禀父亲 马屁已经选好 吕步一看 干爹手里 拿把刀 这是怎么回事 董卓拿着这刀 啊 儿啊 孟德 谢于我一口宝刀 我儿看来 吕步接过这口刀了一看 嗯 不错 果然是好刀 拿眼睛 一看 桃子 桃子 赶紧把这刀 黎将军 您观赏观赏 把玩把玩 这意思 不容你功夫 甭琢磨 吕步接过这个刀鞘了 将刀入鞘 父亲 请您去看看这匹马吧 哎 好好好 孟德呀 马屁已经选好 我们看看这匹马怎么样 要是不好啊 待会儿再给你换 曹操心说 是非之地 不可久留 我赶紧走啊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试马就行啊 给我一匹就得 曹操扯着董卓 出了井阁 吕步在后的紧紧跟随 来到井阁之外 董卓用手一指 孟德 此马如何 啊 此马甚好 但不知脚力如何 嘿 你七成十十八 多谢恩乡 曹操 就等着这句话呢 拉着马的缰绳 一步一步 缓步 离开井阁 对 冲着董卓和吕步 脚底下不能慌张 拉着这匹马 得出府门才能搬安认凳 脚底下 十分的稳当 心乱如马 是非之地 不可久留 我得赶紧走 曹操 牵着这匹马 往府门走 从府门这儿 往里 进了一个人 这个人和曹操是脸对脸 一看曹操 哎 曹将军 一语何往啊 来的人这是谁呢 谢谢诸位 咱们下周接言 中谋线 捉头放头 谢谢大家 有请 咱们下周接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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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